即使是高口碑的神剧 也打破不了拍序及避烂的贴责 比如华裔女星刘玉玲主演的《致命女人》 她一经上映就收获了超高的口碑 并成为了2019年热度最高的爽剧 但这部探讨女星话题的系列剧集 在2021年播到第二季的时候 就遭遇了口碑的滑铁卢 全新的卡斯 全新的故事 在全新的年代背景下 并没有创作出更有主题深度的剧集 《致命女人》第二季 原本着力于挖掘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 但剧集播到后面的时候 却演变成了一出小儿科的弱智游戏 口碑免不了一将再将 那些穿梭在剧里 为自己拼命呐喊的励志女性 她们举起了致命的屠刀 却没有给腐朽的思想致命一击 但致命女人第二季 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 至少前几集的故事剧情 是可以完全比肩第一季的 非常能吸引观众看下去 其次她的浮化 一点也不逊色于第一季 主演们让人目不暇接的复古服装 在一定程度上 提升了这部剧集的观赏性 尤其是拉娜帕瑞拉扮演的女二号莉塔 因为角色设定为 一名年迈富翁的娇妻 又在上流俱乐部里担任着要职 她的服装 充分展现了40年代末 女性着装的潮流风赏 首先是这个修身白裙的造型 黑白拼色设计的裙子 整体的外在轮廓 特别富有设计创意 尤其是那块从肩膀贯穿到腰间 在自然垂下的黑布条 她让原本不是特别具有视觉亮点的连衣裙 变成了一条极具设计感的裙子 莉塔佩戴的帽子项链 还有细腰带 尽管都拥有非常浮夸的造型 却因为采用了与裙子相同的配色 而使得整体的视觉 一点都不显得繁杂 莉塔的穿搭 特别契合上流贵妇的形象 而这条版型 跟白裙特别相似的紫色连衣裙 它的剪裁线条 因面料极佳的垂坠感 而显得柔美很多 胸领和裙摆 用到了抽者的工艺 让这条裙子 更能展现出视觉的层次的 珍珠配饰及皮草披薄的加入 让莉塔很能表现出 上流贵妇日常着装的奢华 红色的裙子 在莉塔的衣橱里最为常见 她这条裙摆 很消耗布料的印花连衣裙 就采用了非常醒目的红色 1947年 自克里斯汀迪奥发布新风帽系列以后 女星的衣裙 不再像二战17亚 为节省布料 而把裙摆裁剪得很窄小 这种过细的蓬松散裙 因为更能展现出X型的身材曲线 而深受潮流女性的追捧 莉塔很多的连衣裙都采用了这一轮廓 一则能彰显她的身份地位 二则这种版型的裙子 可以让着装者展现出更优雅的姿体 一太 同样能展现优雅一太的 还有这条抹胸红裙 这条短暂出镜过的裙子 完美地勾勒了莉塔的身形线条 却一点都不显得魅俗 着装气质特别的典雅 但这条挂搏设计的红裙 却呈现了与前两条红裙完全不同的着装风格 它让莉塔显得妖艳而性感 不像贵妇着装那般中规中矩 那个装点了红色羽绒的头饰 很有设计的创意 使得原本就很有视觉亮点的红裙 变得更加闪亮吸睛了 在居家的戏份里 莉塔还亮相了两条蓝色的连衣裙 一条是薄纱制作的 半透式的质感 让这套裙装有骨子睡裙的质感 但外面的罩裙 袖口和裙摆都拼接了后世的披草毛绒 使得这条裙子 极富雍容华贵质感 佩戴了奢华珠宝的莉塔 置身在装饰豪华的别墅里 很有富家太太的风范 另一条蓝裙 采用印花织锦制作 也是一条吊带裙 加一条罩裙的搭配模式 长级拖地的裙子 比红色的散裙还要消耗布料 加上它能呈现自然的高光 整套蓝色的服装 比距离任何一套戏服 更能凸显贵妇着装的奢华 在莉塔的回忆里 她还出镜了一套黑金配色的服装 黑色的垫肩连衣裙 搭配了一个金色的披风 在精致刺绣和华美珠宝的点缀下 莉塔的着装很有气场 有种女王大驾光临的感觉 致命女人第二季里 莉塔还亮相了三套非常典雅的小套装 一套是深蓝色的 靠着白色的衬衣和亮晶晶的首饰 40年代的流行女装一样 便有厚实的垫肩 让着装者可以呈现出更挺麻的一态 第二套精致的小套装 采用了眉红的配色 因为裁剪特别贴身 加上它的外在轮廓 不像蓝色小套装那般硬了 莉塔穿着这套戏服的时候 很有女性的柔美风韵 奢华的首饰是贵妇着装的标配 这套戏服也不例外 她搭配的金色珠宝 为整套服装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在莉塔落魄以后 她还亮相了一套喀色的小套装 尽管这套戏服依然保留了金工的剪裁 但莉塔呈现出来的着装气质 已不如贵妇时期那般灵力 整个人都变得温和起来 有种角色历经千番之后的沉稳和甜静 掏开剧情不谈 致命女人第二季的幅画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将其当作复补时装剧来观看 她可以称得上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鉴赏佳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